疯了疯了 混动市场又要卷起来了 新途遥光CDM刚刚公布了正式上市的价格 起售价是从17万多直接降到了15.98万 同时增加了一款四驱车型 最高价22.58万 价格一公布现场是涨上雷动 新途汽车它的黄总不客气的说 这台车它的行价比是领先了对手两条街 行价比就是价格除以续航里程 我们拿长续航plus的为例 遥光CDM15.98万元 除以1343公里的续航 我们的行价比是123元 20万元级别当中 遥光CDM行价比 领先同级别车型两条街 无论你是油车电车还是混动车型 我瞅了一眼遥光燃油版的价格 起售价也要15万多 虽然现在有优惠 那混动车还免购置税 这已经是约等于油电同价了 我看到直播的网友都在喊太强了 确实 这台车我春节的时候开了1000多公里 用上了五代发动机之后 油耗确实够低的 非常暴力的驾驶情况下 溃电油耗也才6个出头 一箱油直接是开了1000多公里 还能剩200多公里的续航 开起来也很舒服 低速开就是电动车的感觉 安静又平顺 高速开三档DHT 劲的还不吵 各种舒适配置 座椅通风加热按摩 各种智能化配置 什么815芯片 L2级的驾驶辅助系统 用起来也都是非常顺手的 还支持6.6千瓦的大功率 外放电 最主要这个车 今天刚刚是现场直播了 国标三倍难度的电池磕碰测试 毫无压力 也让咱们打消了 对电池磕碰安全性的顾虑 新途在安全性方面 从来就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过去燃油车时代是这样 到了新能源时代 看来也不会例外 我觉得这款车上市之后 从比亚迪的SOMPLUS 到领克08 应该都能感觉到一点压力了